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餐 午餐和晚餐 一个一个看 A的是 鸡蛋 鸡蛋的话适合在Sarapan吃 早上的时候吃 所以在Sarapan那边我们写A 然后B Susu Susu也是适合Sarapan 早上的时候喝牛奶 所以B我们写在Sarapan Sarapan是早餐 C的Cake 蛋糕 蛋糕适合下午茶的时候吃 D的Juice 果汁 果汁也是适合下午茶的时候喝 所以也是 所以也是 Daging Daging是肉 肉类的话呢 适合午餐和晚餐吃 Tunggah Hari Damalam 午餐和晚餐 我们写下E 然后F I 白开水 白开水呢 七四八开水是没有分 任何时候喝 就是一天至少要喝七八杯是最好的 但是这里它是给水的话呢 我们建议放在是 吃午餐的时候 还有吃晚餐的时候 我们要喝水 什么 写F在 Tunggah Hari Damalam OK G Roti Roti 是面包 面包适合早上的时候吃 Sarapan OK LetakG Disarapan H Mee Mee 是适合 Tunggah Hari Dan Malam 面条呢 适合 午餐 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吃 OK 我们写H 在Tunggah Hari Dan Malam OK OK akhir sekali Bisk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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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干 饼干是喝下午茶的时候吃 好 我们写I在这里 Mee Nom Petang 下面它有个问题 Bolekah kamu sebut waktu yang sesuai untuk minum petang 好 你认为呢 什么时间呢 是适合喝下午茶的呢 适合的时间应该是3点到4点之间 比较适合喝下午茶吧 因为大多数呢 午餐都是12点到1点的时候吃 然后呢晚餐都是6点7点这样吃 所以空档期呢是在3点到4点 比较适合作为下午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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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